何谓波舟三妹 是否适应当前老年居士修行 不适应 波舟三妹要年轻人 要有很好的体力才可以修学 波舟师凡语 印度化 这四个字都是印度化 三妹也是印度化 这个波舟三妹修行的方法 也叫做佛列三妹 离世站住 那么由此可知 修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是专修阿弥陀佛的法门 专念阿弥陀佛 他这个念佛的方法 不能够坐下来 不能睡觉 日夜不能间断 可以走着念 像我们现在念佛堂的绕佛 这个就是属于波舟三妹 但是不能称为波舟三妹 是因为你还有休息的时间 你晚上还去睡觉 你念累了还要去止静坐一下 这就不是波舟三妹 波舟三妹不可以坐 不可以睡觉 一期九十天 三个月不可以睡觉 这个佛号不能间断 所以没有很好的体力 不能修阿弥陀佛的绕佛 我经上所说的 智齿名号 一行不乱 这是罗舍大师意义 弦壮大师意义本的经文 是一行细念 一行细念跟一行不乱 不一样 细念是将阿弥陀佛挂在心上 这叫信念 罗舍大师翻作一行不乱 实在讲他也有道理 一行不乱什么时候得到呢 往生的时候 阿弥陀佛本愿微神加持 将我们一行细念这个功夫 提升到一行不乱 所以他翻译的也没有错 那么无量寿经上跟我们讲的 三倍往生都说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这个说得更清楚 更明白了 我们这一生当中 只有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专念阿弥陀佛 这就能往生了 可是要记住 前面还有一句话 发菩提心 你要不发菩提心 不能往生 一定要发菩提心 菩提心怎么个发法 偶叶大师在 《泥陀经药节》里面讲得好啊 自己对于这个世界 一切人 一切死 一切无 都放下了 就是决定不放在心上了 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 只是向往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心就是菩提心 印光大师对这个注节 赞叹到极处啊 即使祝佛再来 给弥陀经做个注节 也不能超过其上 这话是真的 决定不讲 往年我在新加坡 尹培法司特别拿这句话来问我 他说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我们听从 这个偶叶大师的交接 就很好懂 我们也知道怎么走吧 所以夜相专念重要 想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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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清之旅 很承认 有点心 原因 很然心 legal 一些身 内心 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